大家好 我是小林 这个视频我们聊回中美与关系这一块 就是中美主要是贸易 贸易纠纷 贸易谈判这一块 因为之前 美国这边 其实它主要经济也放在国内 包括因为疫情还没过去 还有打疫苗 过去几个月 美国在主要忙这一块 然后主要也做点 叫做筹备的工作 铺垫的工作 主要是拉拢盟柔 然后跟日本沟通 也跟中国沟通了一次 就阿拉斯加那一次 阿拉斯加那一次应该来讲 双方都摆出了很强的姿态 然后基本上都捞烦了 基本上就是双方都 可能都觉得暂时没什么可以谈的 就这么个情况 过去几个月 然后最近 美国这边 它疫情慢慢过去了 基本上今天看到新闻 好像说美国已经 美国CDC 然后拜登出来说的 已经就明确了 不用戴口罩 应该来讲 美国已经非常有信心了 对这个疫情基本搞定 还有信心的 现在我看到日本 我也看到日本新闻 它是对所有的现阶段看到的所有的病毒株 只要打两针的话 基本上都是90%以上 现阶段包括印度的南非的 都没有问题 也就是都没有问题 可以看出这个疫苗还是很管用 无论它怎么变异 打两针都有90% 这个日本也临床了 所以日本也是 我看到反正这一两个星期 起码开始就是按规模的打了 就是加速的非常快 我觉得只要一加速 普遍都比当初的预计要快 你看美国也是这样的 日本也是这样的 只要一加速 基本上疫苗打的比预计的要快 但是该打的打完 差不多它不会完全打完 因为它不需要完全打完 很多人它就不打 所以基本上完全接种完 都是比预期要早 你看美国当初说五月 四月基本上该打的 打的差不多 所以疫情这块基本上过去 美国现在就剩下一个心头大患了 就是中国 所以就把全部精力放在这块 中国应该来讲 一直想躲 美国贸易代表 叫戴琪 这个人大家也是要认真研究的 戴琪这个人 他是台湾人 台湾艺人 他的父母是在大陆出生的 然后去了台湾 就跟国民党去了台湾 然后后来又从台湾移民到了美国 在台湾生了戴琪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叫戴琪做台湾跟美国 两个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人 也是共产党的一劣 就是基本上台湾是他要不过的一道坎 戴琪这个人 我等一下再说他的观点 他是五月初的时候已经喊中国要开会了 这次是真邀约 中国这次也是真应约了 之前他是吹牛逼说自己应约应约 这次是真应约 人家就是叫你开会 在中国有点像小学生班主任叫他交作业 他现在交不出来 就从五月初一直拖到最近 最近高峰才暗处戳出来说 过去两个星期我们看到中国是又说要换人 刘鹤要换成胡春华嘛 不是说放出这些消息来嘛 中美反对谈判要换人呢 可能内部在讨论吧 就习习习习习这一块 美国肯定无所谓 你谁来我都这么谈 美国他是主要是国会决定的方针 也不是拜登决定 跟拜登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关系 其实美国这个政府跟总统一个人 那个意见我三番四说了 没有他没有他的关系 你谁来谁来当他该怎么 该做什么做什么 就现在美国喊他来来开会 主要是评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你说是评估其实就是批评你 就是现在你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老胡不开提老胡嘛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就是没做好 中国签什么都是这样的 就是放狗屁 签个中英联合声明也放狗屁 然后签个什么都放狗屁 然后现在签个第一阶段中 美贸易协议也放狗屁 你现在没完成怎么办 你以为是马上给我买购还是怎么样 主要是一说中国他不想搞 这一块他搞不定 他根本没法搞 你让他怎么搞 中国没得搞 所以中国拖的现在来看拖不下去了 可能也是谈好了吧 就是之前可能在谈胡春华去 还是要不要换胡春华 可能现在谈了半天 哎呀算了算了换换个屁啊 有得瞎分析啊 我觉得应该是瞎分析啊 我觉得习近平应该来讲比较相信牛鹤 你不要说翻以前什么 习近平这个人 他是用人为亲的啊 只要他自己觉得这个人可以 他就认定了这个人 他就全力支持这个人的 习近平就这样的 黑社会性质啊 我说了这个是我的马仔 我就挺挺到底 习近平就是这样的 所以习近平黑社会嘛 我们说 你看包括林郑月娥 你说他认定了林郑月娥可以 他就一直称林郑月娥 他就是这样的啊 就在社会大哥称林啊 就这个意思 习近平是这样啊 刘鹤这一块跟习近平应该来讲 关系一直都比较好啊 我觉得不 嗯换不换差不多 你现在换个人 好像中国怂了一样 好像没有太大必要啊 我觉得换谁都是习近平拍板啊 反正 嗯 要解定了嘛 反正就估计会开会了啊 最近要开会 开会呢 我这里我主要给大家捋一捋的 一个美国有会打什么牌 中国大概有什么牌可打啊 中国大家都不知道他会打什么牌 但是你只能分析他有什么牌可打 然后美国这边比较清晰的啊 给大家说说 主要就介绍戴琪这个人了 呃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啊 你看他怎么说话的 呃 呃 他说人权啊 是拜登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之一 呃 而强迫劳动啊 是出野补贴啊 这是一种出野的补贴方式 并且给中国带来不公平的贸易优势 每个啊 所以他他说的很很直白啊 这个这个台 呃 这个这个台湾人说的很很直白啊 就是 你这些人权啊 这些东西呢 呃 归根到底 跟 经济是分不开的 我让你随便强迫劳动 你什么你都没成本的 那我怎么跟你竞争 归根到底最后就又又跟这个 经济是有关系的啊 给他他说的很明白 强迫劳动是一种补贴啊 就是你共产党的一种补贴方式 给中国带来不公平的贸易优势 啊 美国可以使用什么呢 他说啊 关税 强迫劳动商品进口禁令啊 可以禁令禁止别商品 甚至啊 甚至是说到这个就就严重了啊 抵制北京冬奥会啊 可以用这个来回应中国在新疆的一个强迫劳动啊 呃他说关于是否可以抵制北京冬奥会 这个不是可能就不是他一个商务贸易代表可以做主的了 他就我跟布林肯国务卿讨论啊 啊你现在看我们就看看这个戴琪还有什么要说 就是你看因为戴琪现在是个操盘手啊 你看他他的意见基本上呢 就代表现在拜登政府他是怎么个做法啊 就是具体他现在走的是什么路啊 他看戴琪啊 他表示的过去十年美国都是贸易与人权脱钩的啊 就讲贸易就讲贸易 然后讲人权就就讲人权啊 两个是分开谈的啊 那些这是错误的啊 他说这是错误的啊 现在的啊 就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核心呢 就是把劳工权益环保人权法治 政府治理反腐败啊 都包含在贸易谈判以内啊 这样的而这样的做法呢 获得美国跨党派的支持 其实这个这个东西啊非常要命 我告诉你不是那么简单 以前呢 确实政治问题跟经济问题分开谈 啊包括特朗普 特朗普也是主要谈一个 就是你把给我把贸易逆差搞定啊 把利差搞定就行了啊 我我说了特朗普以前还是想跟中共谈啊 就是他特朗普是高压 但是这种高压的背后呢 他这种高压是一种谈判手段 还是想跟中国谈啊 但是现在呢 拜登呢 就他吸取了特朗普的教训啊 应该这么说啊 他的意思就是 其实现在拜登政府根本的不想跟中共谈啊 他是想直接就是该 你就按照按照这个来搞啊 按照我的我的意思来做 如果做不到就脱钩啊 我就做我该做的事情 有有点什么意思 他不太想谈 因为你看这个吧 呃 无论是劳工权益 环保啊 这些都是中共赖以存在的一个根本来的啊 什么意思 就是中共管理中国 为什么站着这个一党专政这个位置不走了 是吧 因为有巨大的利益啊 你想想如果中共啊 这些权贵 每一天管理中国要亏钱的 你觉得他他还会管理这个国家吗 他管理 我明天就不干了啊 你为什么民主民主国家的经常选举呢 因为管着这个这个工作 没有钱赚啊 就像特朗普一样的 我我我 你让我发动军队去去维持我做个总统啊 我我我我宁愿不干 因为他这个总统更多的是用责任啊 而没有多少利益啊 那是一方为什么啊 最后特朗普也是选择 我不做了啊 你们搞了啊 给你们搞啊 我我我下台以后天天开开个媒体去批判你啊 看你搞不搞定 因为这个这个他人家对这个权利没有崇拜啊 人家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崇拜的权利 人家觉得这是一个责任啊 美就包括川普也好 谁都好上来的都是谈责任 就是我为什么要来选美国总统 因为觉得要为美国做点事情 是这样啊 中国在这点 他更多的一种利益 这个利益来源就是什么呢 就是压榨14亿的韭菜啊 就压榨中国的劳工啊 不让他们的没有医保啊 没有医疗保障 没有人权啊 没有法治啊 就是贪污腐败啊 然后环境随便乱搞啊 这是中国的最大的一块利益 利益哪里来的 其实就把环境搞烂了 你如果什么都根据这个环保呢 他可能赚不到钱 所以其实这就是以前所说的什么结构性改革嘛 但是以前可能大家都没搞太清楚 因为太多了 一说结构性改革具体改什么 没有着手 以前对于这个结构性改革还没有太多着手 就直接的变成了以前就蓬佩奥余茂春这种就直接就反共啊 那现在现在的他其实最终结果也是反共 但是呢 他比较细化了啊 就是他是不断进化的啊 既往开来 这一届政府呢 他就找抓手 抓手是什么呢 一个强迫劳动啊 所以新疆问题 一个环保问题啊 说说你排放不达标啊 然后一个一些什么什么劳工权益问题啊 人权问题 把这些具体的什么香港问题把这些抓手 拿来跟你谈啊 但其实也差不多啊 但是现在我没说要推翻你 换了个说法啊 但是你能不能全部给我做好 就这个意思吧 然后我们继续看戴琪的吧 看看他怎么说吧 这里他说啊 因为中国带来很大的挑战啊 美国不能在竞争中输给中国啊 面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呢 要采取手段去创造公平啊 这个我是我们的防卫措施 美国啊必须采取公式啊 要对未来的进行投资啊 增强美国本身的竞争力啊 包括基础建设啊 包括研发啊 才能与中国进行竞争 美国贸易办公室啊 在全面审议对中国的政策 包括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定 产业供应链 不公平贸易行为 人权侵犯等等 上次进行这样的检视是16年前啊 他说而多位国会议员询问 中国在新疆的强迫劳动 以及最近引起的关注新疆棉花议题啊 戴琪都这样回应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说 因为到头来这些还是经济议题 会冲击经济竞争啊 公平贸易政策和良好的贸易政策时 谈到的低价竞争啊 说你这个属于低价竞争 哎 这个非常好 他说我们有一些贸易工具啊 比如二三二条款啊 这个可以加征关税 我们有很重要的工具啊 强迫劳动进口禁令啊 禁令啊 还有呢 就是抵制北京农业会啊 反正一朝朝来啊 我跟不断的制裁你 然后你搞定你啊 很重要的一环 他就是呢 就盟友的合作啊 为之前为什么要跟盟友先搞好关系 没有盟友 这一环呢 你的制裁很难贯彻啊 这这也是 也是吸收了川普的教训啊 川普搞了几年 最重要的一个短板就在于盟友 这一个环节没错啊 没有要求盟 没有押盟友去站在同一阵线上啊 往往离制裁他 他就跑到欧盟去采购 跑到日本去采购 那这个事情说不下去啊 嗯 就这么个情况啊 反正中国自己也整天加速啊 他自己得罪日本得罪欧洲啊 呃 就让美国这个盟友战略成功了嘛 呃 现在美国就在这些牌啊 呃 可以说一一谈下去 中国这些都基本上我我都不觉得中国有得搞啊 这这些全部是没得搞的事情 中国那一块呃 有什么诉求吧 说说中国有什么诉求 中国的一个诉求就是先把呃 他那个高峰高峰 他他说先先把那个关税撤掉 这个是中国最最中国搞来搞去 他是没有给出任何东西 他又要求了你先把这个不公平的关税先撤掉啊 然后呢撤完关税我们慢慢谈啊 你看中共还是玩这一套就是呃 因为这关税天天我要交嘛 你先把关税撤了 然后我们慢慢谈啊 谈个十年二十年啊 特朗普不行 谈成拜登 拜登到时候也不行谈谈谈 那又下一个呃 随便弄吧啊 就等呃 是吧 就等到可以为止 反正我耗得起啊 这中共就就这德性啊 就流氓地痞德性 就是我耗得起 我就跟你耗啊 这是中共的策略啊 呃 中共现在一个就打超线战啊 超线战 我再起下一个视频 我再强细说说中共现在有有什么超线战啊 呃 更多的可能是 可能也是好 中国现在才反正谈不好就就像上上上 是阿拉斯加那样嘛 反正砸个桌子 然后做个样子 然后回国 哇 我该该干嘛干嘛 反正得个彩头 无所谓啊 继续耗呗 这是中共的一个策略 你说他他会搞很大的事情去打台湾作为一个筹码 其实他也应该不会这样做啊 他更多的还是就拖 因为你想想作为权贵 我还分析权贵的利益啊 这些权贵天天吃好喝好 他那么拼干嘛呢 是吧 对于他来讲 没必要 啊 没必要那么拼 除了细胞纸 蠢蠢蠢以外啊 所以 你就指望着总加速师就就走错路了 如果他没走错路呢 他就还是一门心思 他就他还是就就是耗耗在那拖拖在那拖拖的 他因为你你反正该走的金清贸关系 你还是会走的嘛 我还你你还不走啊 是吧 该该做的正常贸易还做呢 哎呀 金清贸落后一点就落后一点都管 他们也撑个十年八年再说呗 这中国中共就得这得性啊 实在不行 那我说不会鬼鬼鬼开放嘛 是吧 这这是这中共中共 他如果保持理性的话 大概会这么做 如果不保持理性哦 打台湾啊 呃 做个大新闻 啊 这这是有可能啊啊 啊 反正 中美贸易这一块 最近我们会看到一点变化啊 看吧 看看谈成又谈成什么样吧 呃 先到这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订阅分享 拜拜